紅燈的通通不許動 有機車停等格子框柱不能超過 但科技執法啟動第二天 還是有民眾在台北橋下違規 有許多汽車則是想開上台北橋 但這裡是機車專用道 其實在前方就早該上橋 趕快再挖鼓回來 不過全都來不及了 仔細看有三組機器架在空中 同步執法 這裡是明泉西路跟延平北路交叉路口 也就是12月1號科技執法設備 全新上建之後 台北市最多違規的地點 管你是不停讓行人 不依規定轉彎還是闖紅燈 科技執法都透過法眼 通通立刻抓到 這些畫面是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 透過廣角錄影拍下 設備裡有AI能直接偵測到 哪輛車違規 同步截取成照片傳給警局 不像以前要警察自己看見 才能抓到 科技執法目的是為了遏止違規 並將地交通事故發生 本局今年篩選出20處 依照式路口建制科技執法設備 各路口依據事故照應及 強制違規太一樣 採行不同多功能 招紅違規上不進行取締 統計科技執法第一天 台北光道早上10點 就有134件違規 以闖紅燈最多 新北整天也有291件 以中和中正路跟阪南路口 機車上人行道 狀況最嚴重 基隆更是爆量 一天就有494件 中正路跟信一路口 許多車上高速公路 沒先靠左車道 新北交大出面點名 最大違規原因 經觀察該路口 常有機車騎士 看到紅燈為了搶快 而有行駛人行道的行為 呼籲用入人遵守規則 中央今年輔助將近6億元 在全台188處增添新設備 加上地方政府自酬經費 台灣共有265處科技執法新地點 交通違規罰還 從六百元到五千四百元不等 得自己小心安全 八大新聞您是張海獨 志行暢報導